新闻大败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那你就必须看除了 这个泽伦斯基之外就是普清了 普清过去传言超多 甚至有人把他神化成一个是永生人 那当然是因为他在位在俄罗斯 已经整整掌权了21年了 我们请明哥告诉我们 到底普清他有什么样的角色 是 普清其实在网路上面流传 非常非常多的名言 显示他是一个非常强悍非常tough的人 比如说谁软弱谁就被消灭 所以显示出普清绝对不会示弱 他永远是表现出他强悍的这一面 那没有实力的愤怒毫无意义 表示他是一个很客观很冷静 会评估自己的实力强弱的 那可是他说一旦遭人欺负 我瞬间就应当回击了 所以他绝对不要来惹我 如果不准备动武 你就不要拿起武器 那换言之他只要一拿起武器 就准备要动武了 所以大家也看到 这一次本来大家都认为 应该只是个演习 不会继续下去 结果就真的打起来了 然后他说我偶尔也有颓废 但从来不装样子 表示他很率性 然后说领土问题没有谈判 只有战争 显示他坚守俄罗斯疆土 甚至大家讲过 俄罗斯疆土确实很大 但是没有一寸是多余的 所以谁想觊觎我的领土 能不能打回去 那这句谜言是 很多人都在津津乐道 这是他当年 要发动第二次车人战的时候 他对叶尔卿讲的 他如果我在撤水里 遇到恐怖分子的话 我就把溺死在马桶里头 把他头丢进马桶里面 所以这个是非常 表示他非常凶狠 然后他对于恐怖分子 原谅他们是上帝该做的事情 而我们的任务 就把他送去见上帝 就是这样 所以表示他是毫不留情的 那甚至美国众议局长 博恩斯也曾经说过 你如果认为普丁 你只是一个疯子 那你一定是巨大的误判 他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疯子 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 那实际上 他的字典里头 向来没有认输这个自己 然后给人家就 你看他很喜欢裸露上半身 然后显示出他自己很强淡 很强悍 他本身也是柔道高手 那实际上 他很有趣的是 你看这是小布希讲的 有时候他骄傲之大 有时候充满魅力 更多时候表现得太过强硬 那他从小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人 他很顽皮 然后老师讲什么他都不听 爸妈讲什么他都不听 可是他运动神经非常发达 然后很会打柔道 所以当时他老师跟家长 本来跟他建议说 你干脆就去学柔道 然后去那种特殊学校 将来你一辈子 生活也都有保障 这样不是很好吗 普林说你们把我看成一个 头脑简单的 不行 他马上用功读书 就扛法律系 所以这个人非常非常厉害 他后来就当到了 非常有名的KGB的特务 甚至他自己去翻 后来他当了总理之后 自己去翻当年KGB 对他的评估 看看 结果就在里头写什么 这个人没有恐惧感 这很恐怖 丙哥 死人缺乏恐惧感 他是机器人吗 他不会害怕吗 对 这一个人不会害怕 其实就很恐怖了 表示因为他如果自己 不会害怕的话 表示他对别人 也不会有这种同理心 对 所以他就可能有的时候 某一些行为 就让人家觉得比较冷血了 他常常显示出 他自己非常英勇 非常英雄性的一面 比如说他自己驾驶 苏凯27战斗机 然后在车程首辅降落 然后他直接在克里米亚 就潜艇到很深的深海里头 去探古沉船 然后他也像无名的士兵献花 然后莫斯科剧院挟持事件 直接不啰嗦 一般都会考虑到人质安全 他没在管你了 直接就开干 直接打进去 然后他做了很多 你看这是网友帮他PO的 什么齐老鹰 齐熊 对这其实是网友的扑手照片 因为原图是这样 他骑身 而且故意光着上半身 表示他肌肉很强 表示他意志力非常坚强 这个齐老鹰就是网友的扑手 齐熊也是网友扑手 可是你必须要知道 这个人 有人说 擒贼要擒王 百战百胜知己知彼 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2017年俄国悲伤纪念日 那个时候 他像无名的王兵献花 就是一些战死的士兵献花 那个是滂沱大雨 你有没有看到 所有的人后面的人都撑伞 只有他在大雨滂沱中 站得挺挺的 为什么 他是要激起一些所谓的 就是表示第一个 我感同身受 我并不是只是来做做样子 然后也表示说 我不会去在乎这种小细节 我是能够挺住这种 我是个男子汉 可是我必须说 俄罗斯音乐 关于他这一类的图 非常非常多 后来其实普丁自己也曾经讲过 其实我有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做得太过头了 他觉得 他其实他觉得蛮生气的 因为做得太生硬 看起来有点假 所以他还是非常注重自己的形象 但是要很自然的 网路上关于他的传说 非常非常多 很多年前我就讲过这个东西 就是你看 这是1920年的时候 第一次世界大案刚结束 你看这个人 是不是很像年轻时候的普丁 有一点 然后1941年 第二次世界大案正在打的时候 这个人是不是普丁 2015年他大概长这样子 这个人是怎样 从1920年一直到2015年 都没怎么变 还是说俄罗斯人都长这样 其实我觉得 可能是他这个长相 就是刚好这个 蛮普通的 对 很多人都长这个样子 但是你要讲 因为普丁其实在俄罗斯人 里头算个子比较小 是 他不高 所以你这样的情况下 你要找到跟他很相似的 就不容易 甚至更诡异的是什么呢 你知道吗 这个是谁 这是蒙娜丽莎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中间这是谁你知道 牛顿 然后这是普丁 对 你不觉得这三个人 确实是一个模子刻出来 那当然 因为牛顿跟蒙娜丽莎那个时候 是没有照相技术的 所以是用画的 那这可能就单纯是一个巧合 那为什么关于普丁的传言会这么多 也是因为他的作风非常强悍 引起太多人的瞩目 而且对很多俄罗斯的妇女来讲 他其实是非常有魅力的英雄人物所在 没有错 这一点我必须要证实 因为我在2018年 2019年 2018年我去过俄罗斯采访 我在莫斯科的街道上 访问很年轻的女生 他们把普丁当为英雄 可是我还是要强调 在俄罗斯国内反对普丁的人 也大有人在 你看现在他们对乌克兰入侵 其实他们国内有很多人也是反战 希望反对普丁 可是普丁他实在是太强硬 我们今天讲普丁并不是说歌颂他 而是你必须要知道这一个人 他的个性是这样 所以你要打败他 或者是西方世界想要制裁他 其实你要用的方法 可能你还要再想一想 的确普丁这个人 他说真的他在这个 由于他本身是KGB的特务出征的 我们其实甚至于 从一些影片上就可以看到 大家还记得当年雷根去访问莫斯科 对不对 他那个雷根从莫斯科 那个车子开过克林姆宁公前面 突然说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停 停下来 然后来他跟路边的人握握手握握手 然后还跟一个小孩子 捧捧他的脸 旁边站着一个人还背一个相机 那个人就是普丁 而且你知道这个人还很特别 前一阵子我还在网路上看到就是说 他前妻也跳出来说话 前妻 前妻 对我们讲这个 地球上最可怕的动物就是前妻 对不对 很多人讲过这样 干嘛这样 他说你知道 他说当初普丁 怎么跟他求婚 他说很妙 他说普丁就跑来跟他讲 然后很严肃的说 他说我们也认识这么久 然后这样 你也应该知道我的为人 是这样 然后那时候他前妻去讲 你是怎样 是我们可以分手了吧 对不对 你是要准备说这话 然后讲了半天 讲了半天 那我们既然已经认识这么久 而且我们相处也很愉快 那我们结婚吧 对啊 就再结婚 对你看这个人脑袋 是不是跟一般正常的人 感觉非常不一样 所以既然在这个情况下 那你面对的这个对手 是普丁这样一个人 而且普丁这个人 说真的 其实他本身 我们刚刚讲到 由于他本身是特务出身的 训练出身 甚至于你看像连 美国现在总统拜登 拜登上次跟他见面的时候 然后说 他看着这个普丁 然后普丁跟他 介绍他的办公室 对不对 然后拜登还跟他开个玩笑 你看资本主义不错吧 是不是 然后但是普丁 一路就笑而不达 就是说看不出这个人心中 究竟是喜欢还是愤怒 而且最主要就是这样你看 我们看他在过去 有一个事件 就莫斯科人质协职事件的时候 你知道吗 他那时候有多 那个心狠手辣的程度 就是说为什么会讲心狠手辣 当然你说以莫斯科人 那个剧院人质事件 他当然是因为当年 俄罗斯出兵车城 然后在车城造成了 很多的黑寡步 什么叫黑寡步 就是老公上战场 被俄罗斯战打死了 当然其实车城战役 他从1999年开始 说真的 他其实本身是一个 非常残忍的战役 而且第一次 俄军其实被打得很惨 那时候很多俄军进去 他们以往大家都觉得说 俄军很厉害 以前又打过史达林格勒 又打过柏林 所以巷战应该很厉害 对不对 但其实我们也想到 在格洛斯尼被打得落花流水 而且当时的 格洛斯尼的车城战士 他们比如说 一个俄罗斯的车队进来 他们就把第一辆车 跟最后辆车给打 让你中间的车 通通变成火把 那有些俄罗斯的兵 其实俄罗斯 当然你说 这次我们看到很多 哇哇兵上的战场 我也不觉得奇怪 为什么 因为俄罗斯还是一个 没有很多是去当兵的 当个几年 当个两年兵 然后相对来讲 也没有受到 很好的训练 然后在车城 其实这些人就直接 丢到战场 然后被这个车城人俘虏 车城人多狠 就是还拍了这个影片 我在网路上看过 这样一个影片 就是他把一个可怜的 俄罗斯的兵踩在底下 而且是用脚踩在他的头上 然后就用刀 把他的喉咙割断 真的是超可怕的 而且还把他 弄到网路上去 这个有尺度上面的问题 OK 好 太残忍 太残忍 所以我们必须要从 这一些事件来看 普清他的人格特质 或者他的特性 或者他有可能会做 什么样的下一步判断 你看这个莫斯科的 歌剧院挟持事件 那时候有多少的平民百姓 在这个歌剧院里面 在看歌剧 当时就有40个 车城我们刚刚讲的 这种黑寡步 然后由他们率领 冲进去以后 把整个剧院通过挟持起来 那时候俄罗斯的特种部队 知道怎么做吗 他们就跑到那个剧院屋顶 他们当然先把门通通都封死了 然后从那个剧院屋顶 丢那个毒气下去 然后让所有的观众在里面 突然就睡着了 然后那时候俄罗斯的特种部队 然后就直接破门进去 然后当然你知道 以这个他车城这些黑寡步 他们的装束都非常特别 所以就看一个打一个 就是通通三下两下 就把他们全部通通解决 而且也把手脑也狙杀了 但是你知道 就是他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居然没有先预备好解毒剂 就是说丢下去了 这个剂量太重 除了你说把这个恐怖分子迷昏 然后其他剧院之后 所有的人质也都迷昏之外 居然间很多人 人质抬出来的时候 抬出来的时候还是活的 但是因为药的毒气的剂量太重 然后又没有及时准备 这个足够的解药跟急救药剂 我记得没错的话 大概后面有200多个人质 因为就这样死掉 无物的死亡 对 所以你看这个俄罗斯人做这些事情 说真的 我实在觉得 有的时候他在计划进攻的时候 他把那个计划进攻的确做得很完善 其实就像现在这次乌克兰 你看他打了乌克兰 一路这样杀进去 结果杀了几天 发现补给是个大问题 对不对 当时也是 把这个为了要把这个剧院夺回来 丢了毒气下去 结果毒死自己一大堆自己的国民 所以当然以这个俄罗斯人来讲 其实相对来说 他们一向是不太把这种 就是说人民的命 就是把它放在第一个 最优先的这样一个考量 但是你说现在已经是21世纪 这样一个文明社会 你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如果你还不把人命这个事情 做第一考量的话 那其实是会有很大的危机的 观众朋友 我们刚刚讲到这么多的历史事件 都跟普清有关 普清他是一个多么迷样的人物 之外你可以看他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那当然 他不把人命当命 他在丢这个所谓的毒气的时候 他没有想到解药 所以他的无辜的百姓死了两三百人 他没有这个扎一个 这个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这个意思就是要凸显 这个人的性格是这样 在放到今天21世纪的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战争 你可以看到西方国家 难道都可以完完全全掌握 普清的动向吗 难道他们没有失准吗 普清下一步又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老师 这个我们是不是要把它列入计算 我觉得目前北约他们整个情况是失控了 因为现在已经提升到这个核威责 或是核讹诈 怎么去区分的一个问题 他有没有可能真的把这个核子 这个核子武器拿出来 我就以目前来说的话 普提已经对北约的相关的国家的负责人 已经提出他的威责 也就是警告了 也就是说我已经不但是 开始启动了我的核战略武器的检查 而且他们已经开始进入 这个执寢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警戒状态了 那核战略的话 那当然就是三种的方式都来了 也就是不管是空机的 也就是用战略轰炸机 或是用核动力潜见 或者是用地面的 机动的或是警射的 我个人的判断是 因为普提已经警告欧洲的国家 说你们第一个 你们封掉了我的所有的传播媒体 然后你们在你们的国内 你们或是在全世界 透过你们掌控的媒体 来制造仇恶反恶的这种氛围 也就是说你们已经无止尽的 在制造仇恨俄国人 这个我没办法接受 我觉得这第一个已经警告 第二个它是针对 这一次提出来的SWIP 就是金融 我们讲的金融级的核弹 国际结算的一个机制 也就是说让俄国的 这个国际结算机制 尤其是对美元的国际结算机制 受到很大伤害的时候 那俄国已经放出第二个讯号 也就是说对于这个事情 普丁是没办法再接受了 那也就是他目前来讲 他就是说 那我已经把我的核战略 已经拉上来了 拉上来这是一个举手式 那问题就在于这是讹诈 讹诈就是说我吓一下你了 但我不会用 这叫讹诈 但另外一个就威责 就是我会用 你相信哪一个 那我看到北约的国家 都乱成一塌糊涂 因为当初俄国 当初法国的外交部部长 也跟普丁说 你有我也有 我这个时候把一堆的 法国的战略学家 跟政治学者吓坏了 因为你们把这个当游戏 大家都知道你有 因为这是尝试 可是问题是 会这么针锋相对的话 重点就在于 你北约的国家敢用 还是不敢用 但是普丁敢用 还是不敢用 也就是说如果你按照 这样的一个推断来讲 那普丁说打乌克兰 说打就打 那这样的情形 他的可靠度 可信度比较高 还是可信度比较低 那你要问 所以现在的情形 我看到的欧洲的这些 包括美国的 只说不可接受 那不可接受又如何 只说无法容忍 然后有人说 他因为在军事上有挫折 所以他拿这个出来 然后没有人要听你解释 没有人要听你告诉你坏 就是告诉我们说 为什么他会这样做 没有人要知道为什么 大家只知道说 他会做还是不会做 如果他做了你该怎么办 那如果他不做 那当然就好了 但是如果他会做 那我们该怎么去应对这件事情 让他不做 重点是大家要知道的是 你有权利的决策者 你应该要告诉我们的是 我如何让他不会做 对不对 这是我们要知道的 因为一旦做了就不行了 没有错 这个是完完全全 没有办法回复的 还有我们担心的是 他选择谁先做 也就是说他会先用在 哪一个国家身上 你要告诉我们大家评估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说的话 北欧北约的这些国家的 政治领袖 基本上都是不及格 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方案 没有任何方案 现在普丁已经把核武器 拿上来了 觉得这些人如果嘴巴 就不敢再骂普丁了 嘴巴不敢再骂你凶的时候 他们的网友会不会开始 他们的国家的网友会不会开始骂 他们的领导人说你怂了 那些 或是太软弱 尤其那些偏激的 那些极端的 就是说你是太软弱了 你本来不是很凶悍吗 你不是你强盛 你不是每天骂普丁吗 你应该再继续骂下去 那这些情形下 如果他们怎么处理 所以我觉得情况其实是危险的 情况其实是很危险的 因为我们希望不要发生战争 不要发生灾难 其实就是要这个风险管理 那风险管理里面有一个东西 就叫误判 你不要误判 那你靠的是什么 你的情资 你要搜集很多的情资 要准确的是去做出判断 那如果你情报失灵的话 那就会发生灾难 像这一次恶物战争 就是情报失灵吗 还是说美国的情报超级准的 只是大家不相信 或者是美国人 他发散出的情资 没有很认真 让其他国家的人都误判了吗 我们先来看看我们跟美国的关系 我们跟美国有共享情报吗 有吧 至少我们被告知是 我们跟美国有共享情报 可是大家如果把时间推到一个月前 那个时间点 我们新闻大白话 也有在讨论俄乌战争 乌克兰到底会不会打 俄罗斯要不要打乌克兰 那时候大家说不会打 虽然拜登一直讲说会打会打会打 并且说美国不会出兵 可是好像没有人把它当一回事 那我们的台湾情报系统 不会像我们一般死老百姓一样吗 就相信了这个一般的媒体 你应该会有情资吗 可是我们就看看说 奇怪 我们自己的国防部 或是我们的情报单位 是不是没有收到相关的情资 这是中国时报的报道 他怀疑或者他质疑 军方官员说我发了情报 主要是跟美国等西方国家交换情报 没有办法搜集到恶方情资 如果只凭片面的资讯 做出情资的研判 可能会误判 这是这个中国时报的报道 不过很快的今天邱国正 国防部就做了一个反击 或者是一个澄清 就说不能接受这样的报道 他说报道的内容不实 国防部表示遗憾 一直都说你中国时报乱报道 可是如果你知道之前 有一些这个政府官员 他的发话 他讲出来的话 你就会知道 或者是你会怀疑这个政府 到底有没有拿到正确的情资 或者是你拿到这些情资 你有没有做正常 或是正确的判断 包括王美花部长 在2月25号的时候 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还讲了一句话 他还讲了一句话 对不起是在这里 在2月8号 这个行政院的这个 那时候大家在讨论日本的这个核实 他说评估俄乌开战几率不大 我们来看看 当时王美花部长是怎么说的 如果俄乌没有战争的话 那LNG应该不会打仗 评估目前的情形 会这样开战的几率 相对应该是不是这么大 好 好 感谢观看